让我们先用30秒时间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个税免征额 在居民收入中有一部分需要覆盖个人的基本生活开支 因此税务部门对这部分收入免于征收个人所得税 如果个人收入不超过免征额 那么他就不用缴纳个税了 以北京为例 一个大税人在扣除三险一金后 若月收入达到4000元 则征收个税的部分为4000元减去3500元 按照七级累计税率取500元差额的3% 需缴纳个税约15元